2021年的12月23日这天 李佳琪的名字与萧宝伟三个字连在一起 出现在了热搜榜上 这一下网友们不淡定了 难道威亚这边刚一倒台 他李佳琪也不行了吗 为了弄清楚这波热搜的原因 清成点开消息看了看 大致问题是出现在了商品的批次上 根据官方的态度来看 这次的事并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 毕竟整改也算是一次机会 因此看过这波热搜的朋友们 也算是稍微安心了 可是从官方的这波点名来看 网红们直播带货的野蛮生长时代 也即将过去 毕竟作为头部带货主播的人 也就那么几人 一个已经因为偷税漏税的事情 出现了问题 而这次的消宝点名 又是给李佳琪敲响了警钟 再加上这次被点名的人员中 还有像小小峰这样 拥有大量粉丝的带货主播 就足以证明直播带货 已经受到了官方的重视 换句话来说 网后的直播带货 也不会像以往一般简单轻松了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留言 希望李佳琪可以撑住 不要翻车 不然就真是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 就被迫下线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 网络购物因为看不到实物 所以在没有带货主播之前 大家也只能凭借着 自己的眼睛与感觉 来分辨东西的好坏 而如今有了带货主播 便可以先听他们 对产品进行一波讲解 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样的模式无疑是方便了许多 但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 网络购物也是如此 主播们的讲解 虽然让人们对产品 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有时也会被期待起的节奏带偏 所以便存在了一些 以次充好的事情 而这样的事情一多 直播带货的主播们 就变得不被看好了 特别是在威亚倒台之后 大家对于直播带货中的商品 便有了一些看法 如今再加上李佳琪等人 也被点名 网友们也是坐不住了 所以就出现了 谁也跑不掉这样的留言 虽说这波留言不太中听 但不得不说 这却是一句大实话 毕竟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 不管早晚都是会被发现 并负起责任的 直播带货自然也不例外 当然 人们也希望这波点名之后 被点名的主播们 能够进行整改 以便于给大家带来 更好的购物体验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